就是蠻想建議這個CostCover 順便幫忙宣傳一下 八月份這個CostCover的訊息大家可以去參觀 所以這種Conference也可以考慮一些這種 Application 不過當然啦因為這是Google自己的活動 他就是做了一個Android的版本 其他的活動的話可能 又要做iPhone又要做Android也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就是大概跟大家 那還有就是他現場 有抱這個還沒有怪 那除了剛才那個Conference的Application之外 他現場也有 就是跟一個 大家有用過那個Foursquare或者是Goala 那個LBS的Application的話 這個他也跟一個ACV NGR這個軟體商 又閃不住了 那他們這個GoogleIo的活動呢 他有設這個像是Mission一樣的東西 不過這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過之前自己解過的 那 那是能看附近的 能看附近的嗎 有啦這個我之前的History有 就是他有 欸 好 SERVER爛掉了嗎 好 就是他現場有 結合這個LBS的服務呢 有做一些這個 challenge 那我稍微玩了一下 雖然他就是 吸引你了 就是說 如果 你在全部的參加者中拿到前五高分 會免費得到 一年的門票 不過這個才太難 他裡面有些就是要去跑點 就是廠商展示區 啊 你去拍照啊 還要去跟 廠商的人social啊 這對我們來講實在是 有點困難 所以 簡單的玩一下 也是蠻有 反正因為他 每個人都發一隻手機嘛 所以他 suppose大家應該都會 有辦法 玩這個遊戲 好 咦 果汁咖啡又是 check in 他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說 一 一般 default就只有三個 就是你可以check in 你可以say something 或者是你拍一張照片 那可能 呃 像顧艾爾華沙會場中 會有 其他的任務 比方說 呃 廠商攤會上有QR Code啊 你要掃出來 然後他會連到一個 嗯 puzzle的網站 找迷迪 等等 就是有些互動的 活動 OK 所以 好 那這個是 Android 2.2 順便Demo 有什麼特別的 嗯 其實我也還沒有玩很多 比方說 他的 Gauge多了很多 應該說 Widget多了很多 像 Maki有這個 Promotion的 好這個Widget 還有一個就是 一些 Tips 這個蠻 會教你說 一些 使用Android手機的一些 Tips 好 好 我以前這個是Dbuck版 不過有點滿快的 就算是Dbuck版也比2.1快 你看 這麼明顯的差 很 差很多 對 所以他廣告說3到5倍那個不是外面 然後 Flash呢 看看我們 沒辦法 快的 有沒有比較快的 給我 好啦 我們就開國內大家最常開的網頁 假戶嗎 沒辦法 因為我 我馬上能夠想到很多Flash的 大概就是這個網站 我們開店老闆 OK 好 大家可以注意 整頁的Flash都沒有問題 好 這是 Denesis 1上面 好 Flash是OK的 好 還是很明顯 對 對 還是很明顯 對 對 因為剛好 我 剛好 我這次去美國買那個 那個 預付卡 所以 有一張T-Mobile的SIM卡 所以 給大家看一下 可能國內用 Android手機的 可能從來都沒有出現過這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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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費 軟體 然後是真的可以買的 就結合你的Google Checkout 算好 所以你現在也可以買嗎 可以 通過Wi-Fi 嗯 所以 可是你SIM卡是為什麼 我通過Wi-Fi啊 你通過Wi-Fi SIM卡是不能連啊 對啊 可是 他就是看到這張SIM卡 是T-Mobile 所以他 就打開了 因為我還是 看不出來要買什麼就是了 Wi-Fi 雖然可以買 但是不知道 到底有什麼東西值得買 我現在那邊買了一個PDF Reader 然後回來好像 比較有Wi-Fi 就有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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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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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有買一個 遊戲啦 Rogo Defense 還不錯 這些都是 很多地別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然後2.2 2.2大家 在Market上面最期待的功能 目前這個版本只有 Auto Update 以前你都要自己去Check 或是他Periodically的 這是剛才講的官方的Adobe Reader 我是覺得還好 我用起來大家說有時候會Crash 我是沒什麼感覺 我是用起來都還OK 沒有什麼common 只是覺得速度快滿多的 然後一個簡單的這個 換配分的效果 快速換 簡單的demo 還有那個Search的功能 Search Bar現在多了一點 就是下拉選擇 可以focus在特定的category下面 去Search Elinbuzz是1月 然後8號3月 好 通常很快就會買到 這是2.2的新功能 雖然我的手機是還沒有 把那個功能打開 因為這個 這個Firmware是Beta版 不過 如果你現在開發軟體 有把這個 Feature打開的話 2.2的版的手機 裝上去就可以 APP to SD 好 這個Keynote 如果大家看那個 Keynote的話 也有展示的功能 就是可以把你的軟體 過去都只能裝在 手機內建的 這個記憶體上面 那 未來就是可以把它 好 儲存到這個SD卡 要不然本來的Android手機 其實 因為大部分的 手機記憶體都不是很大 所以 裝軟體裝不到幾個就不能裝了 所以 有APP to SD 就會讓蠻多 而且它其實 它軟體 雖然存到SD卡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 加密的動作 所以 還是沒辦法說 你把它存到SD卡 然後拿到別的手機去用 這樣子 還是有做一些簡單的保護 我應該不能說簡單的保護 應該說它有做一些保護 OK